要重点提醒了国内的所有的这些体制内的人 9300元党员 这灭共的形式已经摆在这个地方了 而且时日不多 你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好 你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 对吧 你不要去做这些反人类极端的这些 那么你就是可以得到豁免 在共产党这个倒台之前能够站出来 把枪口对准这个独裁者站在人民这一边的时候 将来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政治上的大赦 对吧 就像瓦格纳 他如果这个时候把普京给推翻了 这个独裁集团给推翻了 那就是人民的英雄了 对 那是人民的英雄 如果相反的话 这些军队继续被独裁者所使用 当成这个镇压人民的工具 那么就会像1989年 像齐奥塞斯固跟他的这个妻子一样 会成为一个人民的公敌 被定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所以我想今天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 也是像这个体制内 尤其是军队内这个党政军的高官 其实也是告诉你们这个 弃暗投名的一个方式 对吗 对 反过来还有一个要问 国县为什么那么早 他能预料到会有今天 在两年前 两年前就能预料到会有今天 因为他太了解普京 太了解俄罗斯这个独裁集团 那么一个体制 就像他了解共产党这个体制是一样的 是 说到这个 其实导哥 我记得在那个1989年 这个邓小平这个下令 用这个军队血腥镇压 这个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是有军队内的一些 一些官员是抗命的 所以的话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其实不缺乏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其实骨子里 是有正义感的 那么现在就是看一个 到了一个合适的一个历史的时间 其实创造历史推翻这个 中共体制的应该是体制内的 这些最有利的一些战友 而且现在跟过去是不一样 跟1989年不一样 89年的人类跟美国西方 其实对中共的这个罪行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的 现在完全不一样 是的 尤其是在美国 在这次疫情当中 美国人失去了一百多万人的 这个鲜活的生命 然后呢 这个中共对美国的 这个经济上的掠夺 这个金融的渗透 还有这个司法的这个渗透 现在可以说是 美国的朝野上下 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是对这个中共的这种邪恶 都是有了这个 切肤之身的一种体会 所以这个跟1989年那时候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国 therefore 和民主党在陆新 settle 我们 пров mushrooms 我们现在最终ующих discussed 他们慢慢说